最近的小派币 你们就拿这个考验干部啊 这就是啥礼物啊 这太精致了朋友们 啥子东西吗 哇 还有英文 看看啥 I hope you I hope you are happy every day 我希望你每天都开心快乐 粉丝们朋友们 我也希望你们每天都开心快乐 月饼 果然是月饼 又是中秋贺礼啊 哇哈 还有小惊喜啊 这小小的月饼盒里面竟然有 惊喜 洞里藏着乾坤 这是遗族 看到了没 遗族 就是遗族那个户外电源的遗族啊 这个材质模上就怎么这么 特殊啊 搞不好是钛合金的 我还有啊 哈哈哈哈 呀这是啥子东西啊 我的妈呀太有爱了吧 小灯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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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遗族的 今天早上我和我们要烧 给送了个大骨骨一棒 发发新鲜 明天中休节 可以留到明天吃 但是一遍晚主打一新鲜 还是今天把它炖了 别浪费 这家都有 三十斤吧 这大鱼 可以去看看鱼子吧 你也好吗 大鱼大不大 大不大 大 就给你做了吃 狗鱼的碗也是淡水豹吧 黑龙江里的特产 在水里面也是无敌般的存在 看大鱼 看不看不看 你让人看啥看下来 你放下来 大鱼在跳水 大鱼要跳水啊 大鱼已经不能冻的了 变成食物了 大鱼 你干啥了呢 你帮我点刀 你帮我点刀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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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里面做鱼,你不考虑熬造型的话 像这种鱼 直接可以剁成段 今天我准备做一个酱焖狗鱼 鸡蛋 先放点姜 煎一下 鸡蛋 煎骨鱼放五醋 放入酥大火把它烫一下 这高度酒来两勺 再挤上东北的大酱 大酱挤一边先炒一下 稍微炒一下 炒一下 炒完以后把它 干辣椒直接碎炒个味儿 反觉酵涩出来以后呢 可以加水 这水以饿过鱼身为主 来点老抽调调色 来勺盐 鱼淡了不好吃 稍微高点盐 这个就不用高什么味精鸡精了 要吃食物本身的味道 再放上半块老豆腐 来一个千滚豆腐 一大盘狗鱼酱豆腐已经完成 估计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已经是 中秋节了 阿林在这里 祝愿屏幕前的您 以及您的家人 中秋快乐 万事如意 好